第132集 绿芒闪动之间 他的双手仿佛没有感觉到 坚韧树皮 坚硬树干的阻碍 硬生生地没入其间 直达手腕的部位 随即肉眼可见的 一抹绿意不停地沿着 手掌手腕手臂 不停蔓延开来 一切恍若先前西时 猪斑藤条时一般 可是巨木毕竟不比那些藤腕 即便是如此毫无抗拒地 任其吸收 也足足过了十几期的功夫 如天盖一般的树冠的地方 才稍稍见得有树叶枯萎 庞大的身躯却微然不动 更不要说像先前藤条一般 化成飞灰了 不过这也大致足够了 只见得赵红大喝一声 双手默然拔出 两掌绿意盎然 若是带上些许刺儿 就和仙人掌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一刻功夫也不敢耽搁 双掌在抽出的瞬间 翻覆了一下 借势就是这么一推 仿佛携带着无穷巨力一般 短短的距离 不过弹指间便已轰制 却在空中带出了 烈烈呼啸之声 这一击的威力 明显远远超过了 先前的那一次 一击之下 不仅巨目催折 便是赵红本身的双臂 也破开了 无数项婴儿嘴大小的裂口 鲜血狂飙而出 显然这样的一招 已然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 虽然顺利地发了出来 却也伤及到了自己的本体 恰在此时 就在赵红紧张地抬头张望 深血身上 陡然失去拉扯之力 从高处落下的时候 一声比先前还要尖锐和愤怒的怪叫之声 再次响起 声音响起的同时 绿色的身影连绵在竖近的数十棵树木上 跳闪而过 随即仿佛天崩地裂了一般 所有的绿色身影闪过的树木 同时做出了反应 或瞬间上一旁倾斜 大片的粗状根系拔出土壤 绿色光芒闪动 交织如鞭子般抽过来 又如网兜一般拦住了赵红的去路 或倾倒压下阻隔视线 迫其躲避 或树枝抖动 大片绿叶如利剑一般 电射而出 目标直指半空之中 无力下落的深血的身体 各种手段不一而足 几乎是在轻刻之间 便将树木能够施展出来的 所有攻击和阻隔手段 用到了近处 若说先前目之妹的动作 还多少有点恶作剧玩耍的意思 此时却是真正下了杀招 更糟糕的是 深血先前被吊起来的时候 那抹缠绕在她身上的绿意 此时依然不退 她的身子还是动不得分好 便是那些边缘处光滑闪烁 显得锋利无比的绿叶不曾加深 只要这么一直落下去 也必然会摔成一堆肉酱 啊 不 勉强破开漫天纠缠而来的 根系枝条倒伏的树木 赵红周身无力 一个亮枪险些摔倒在地 抬起头来 恰好见得一抹绿芒 已经逼近了深血 只要再过上一息的功夫 便会破开她光洁的额头 同一时间 深血与赵红的脸上 同时露出了难掩的绝望之色 赵红甚至两腿一软 碰的一下跪倒在了地上 若不是周围的根系一类的攻击 尽数被她破除了干净 单单这一下失神的功夫 就足以要了她的性命 恰在这最紧要的关头 时间仿佛停止了一半 四周所有的东西都凝住不动了 只有一股进风乍起 疏忽而过 碰的一声 归在地上的赵红只觉得一阵风吹过 衣袍被戴起 却又不见人影 几乎在同一时间 那些围绕在深血额前 下一刹那就要 传刺下去的绿叶 忽然微微震颤了一下 玄机化成了粉末 一道红光泛起 拖住了深血的身子 缓缓落地 同时进风一旋 带起落叶无数 也现出了其中一个年轻的身影 是他 张凡 赵红脑子一蒙 恍惚之间好像回到数月之前 那个飞扬跋扈 使他们雍良两周修士 如无物的年轻修士 争持着众人肆无忌惮地说道 人若犯我 我是杀之 在最关键时刻现身 救下深血之后 张凡并没有关注他们二人的反应 落地之后 只是头也不回的 一掌向后排出 这一掌轻飘飘的 仿佛没有任何力道 也没有带起些许的进风 只是在掌势已尽的时候 猛得一凝 随即 一个赤红的手掌 脱手飞了而出 这手掌并不如何大 不过是寻常人大小 也不见什么惊天动地的气势 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便是那赤红的颜色 分明是沉宁而纯粹 好似是洪水晶一般的 璀璨夺目 就是这么一个 看似无害的手掌 却瞬间破开了 挡在前方的 数十棵树木 竟只轰击在了 百丈开外 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上 惊形之处 数十棵树木的驱赶之上 一个手掌大小 前后洞穿的破口 清晰可见 透过这条 硬生生开出来的通道 恰可见得 近处的那棵小树 轰然断折 同时 一只绿色的野猴子 从中一蹦而出 吱吱吱怪叫着 狼狈逃窜了 他身上的翠绿紫色 似乎浅淡了很多 一只掌印恰好印在 他的屁股上 火红的色色 不停地扩散而出 这正是名副其实的 红猴屁股 木之妹 三下两蹦跳的 就消失在 无尽的树木之中 张凡也没有追赶的意思 反而回过头来 淡然地 看了一眼 从地上爬起来 正急速奔过来的赵红 正是因为其淡然 越发地让人无法琢磨 赵红猛地停下身子 担忧地看了一眼 依然贪软在地上的身血 也不敢妄动 此时身血身上的绿意依旧 也不知道那只野猴子 使出了什么样的手段 竟然能够束缚一个 助击修饰 如此长的时间 张凡微微一笑 口中说道 我说过 有缘咱们再好好地亲近一下 不想这才过几个月的功夫 你看 咱们又相见了 赵红看了一眼遍地的狼藉 想到自己百般手段 竟然敌不过对方 轻描淡写的一掌 心中不由满是苦涩 扶手无力地说道 赵红见过张道友 在下带剑内 谢过道友的救命之恩 试着深深地鞠了一躬 无论言谈举止 皆是恭敬到的极处 不像是对待同样的助击修饰 反倒是有几分像 杰丹宗师剑里的味道 此人倒是能屈能伸 是个厉害的人物啊 张凡暗自点了点头 同时看了一眼脚下的娇小女子 衣袖一挥一抹红光闪过 裹着深雪向赵红的方向飞去 赵红见状一喜 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 也不敢怠慢 连忙伸手接住 嗯 就待将深雪搂在怀中 她才豁然发现 一直束缚在深雪身上的绿意 竟然消失不见了 好厉害啊 赵红不由地暗暗则舌 那绿意的可怕 她虽然没有亲身经历 却是能够想象到的 能束缚住一个助击修饰 那么长的时间 又岂能是等闲呢 可是对方不过一挥袖之间 竟然就能将其破除得干干净净 同时分毫不差地 把人又送到自己的身边 这份实力彻底地让她心中再无他念 也明白了张凡为什么 就这么轻易地将深雪送回来 以张凡的实力 若是真的有什么要求 岂会需要拿人质来要挟呢 绝对的实力差距 已经足以让别人无从反抗了 就在赵红心中千回百转的时候 一个淡然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听闻赵兄又家传御简一份 张某欲借来一关 向来赵兄不会推拒吧 抬起头来 正见得张凡四孝飞笑的身前 心中意苦的同时 无奈地点来点头应道 张导游严重见外了 说着从乾坤袋中 取出了一枚昏黄古旧的御简 面露不舍之色 迟疑了一下 还是双手奉上 张凡见他双手奉上如此乖巧 笑了一笑 随手接了过来 神识往里一叹 脸上随即露出满意的神色 丝毫没有还回去的意思 将玉简往乾坤袋里一塞 转身离去 有言再见 张某告辞了 话音未落几个起落 背影在树木的遮盖之下 已然没有了踪迹 观其去处 却正是先前木之妹 逃离的方向 哎呀 还是不要相见了吧 赵红望了望怀中 不知是受了什么暗伤 还是惊吓之故 依然昏迷不醒的身血 心中苦涩 口中喃喃 真是百般滋味 无法言说呀 木爵之地 植物仙境 在这样的地方 所有的植物 无论是晴天巨柱一般的高大树木 还是低矮的灌木丛 攀爬寄生的藤蔓 覆盖在牧石之上的青苔 都是旺盛地生长着 穿行在这样的林地之中 尚有如穷颅一般遮盖的繁茂之叶 下游或干枯或腐败的落叶铺衬 左右近是相似的树木 前后皆无任何不同 不过前行少请 便分辨不得方向 更不用说追踪下去 偏偏有一人 却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跟随着森林当中的宠儿 牧之妹 足足有了大半个时辰 不仅没有失去牧之妹的踪迹 反而越来越近 甚至隐约能见得一道绿色的身影 在树木间闪烁跳跃 那红红的猴儿屁股 就是再明显不过的特征了 嗯 张凡的身子一顿 在一颗巨木面前停了下来 左右看了看 还是没有头绪 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他也不着急 只是悠悠然的一拍灵兽带 再次将莫灵召唤了出来 在森林之中追踪墓鼠灵物 岂是容易的事情啊 若不是先前趁其不备 把握住了他的行踪 给了他一记狠的 在牧之妹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即便张凡他再厉害十倍 也不可能追踪得少 谨慎起见 这火焰印记当中的火焰 也不仅仅是张凡自身的 其中还有莫灵修炼出来的妖火 这一路上的情况 也证明了他的想法没错 人永远不能分辨自己的尿液 与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对于野兽来说 却可以依靠他来划分领地 同样的 人的灵觉毕竟无法与妖兽相比 在无尽的木树灵气的干扰之下 张凡几次跟丢 都是依靠莫灵又找回线索 方才重新追上的 现在自然又是到了莫灵出马的时候了 呱呱 莫灵现身之后兴奋地叫了几声 就不得不在张凡的催促之下 继续感应地寻找了踪迹 妖兽的灵觉果然了得呀 莫灵不过稍稍停留 就寻着正确的路线 一上一下 一鸟一人 飞速地在林中穿行了起来 烧情转过了一棵大树 眼前豁然开朗 手中一招将莫灵召回到自己的肩膀之上 张凡也不着急行动 只是站在原地打亮起了四周的情况 眼前的这片空地 没有那些密密麻麻的枝叶遮盖 阳光再无阻拦地倾泻而下 一到此地便觉得亮堂堂的 恍若一下子从幽黑的密室之中走了出来 来到庭院中一般 空地的正中心 一红清泉如月色一般沉静 阳光诡异的只能照到清泉的一角 清风徐徐也仅仅是浮动半边 一部分波光灵灵 一部分水波不星 一部分荡漾出美妙的花纹 一部分幽深若寒潭 也显示出了别样的景致 在清泉的中心之处 一位最多能立下一人的小礁石 屹立着 上面生长着一棵半人高的小树苗 这木绝之地当中 所有的树木都是那么的枝繁叶茂 旺盛无步 眼前的这棵树苗却是不一样 有黑中 泛出碧绿的树干上光秃秃的 甚至连一片叶子也没有 看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植物 反倒是有几分珊瑚雕成的意味 在见得这棵小树之前 张凡还在心中暗暗奇怪啊 这片空地明明是一个好所在 有光有水 风气俱佳 正适合植物生长 为什么别的地方都长得密密麻麻 几乎不能行走 偏偏在此处 反倒空出偌大的一片空间呢 此时见得他 方才没有了心中所有的疑问 沉香凝玉结 张凡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 沉香凝玉 便是这棵小树的名字 这可是一种大名鼎鼎的灵物 不过对修仙者来说 用途不是那么广泛 培植的话代价又太高 方才少有人栽种 便是在知蓝天的灵粹园当中 也不曾有他高贵的身影 此木沉宁至极 不下金属 辅之如凝玉 入水则立尘 与其他的木料迥异 本来呢 也没有什么不同 千年铁木一类的木材 也有同样的功效 关键是它 独特的芳香的味道 是一种尚好的香料 这种香料的作用 虽然不如一些有名的灵丹 那么功效显著 却也可以稳定心神 缓解压抑 是一种在修炼之时点燃 便使得修饰 更快地进入定静的一种异香 这样的东西 虽然称不上是一种奇大的异宝 但是也算不凡了 本该大力种植才是 不过这沉香凝玉有一项特点 使得罕有人愿意栽培它 偶尔在市面上出现的 也皆是野生之物 它的生长并不依靠阳光 也不需要选择气候 唯一需要的就是附近 需要有大量的其他的植物 若是灵草一类的话 效果更佳 换句话说 沉香凝玉依靠的是 吸取其他植物的精华 才能生存壮大 估计啊 这也是眼前这片空地 明明条件如此之好 却少有植物生长的原因 虽然普通植物没有什么灵质 不过趋吉避凶的本能还是有的 这个地方生长着这么一颗植物的克星 让它们如何赶往这个地方发展和生长啊 即便是偶尔有种子飘落此处 怕是挨不到发芽的时候 生命力就让这株沉香凝玉 吸收了干干净净了 张凡在见得这株沉香凝玉的时候 心中陡然就生出了无限惊喜之感 不想一时兴起追踪而来 竟能找到这样的好宝贝 它心中认定的宝物自然不是沉香凝玉本身 不过香料而已 如何能够让它放在心上呢 真正让它几乎不能自已的 还是那只木之妹 本以为它不过是一个普通植物化生出来的 虽然灵性十足 不过也就是玩物而已 若是想依靠它来战斗 那还不如好好培养莫灵 或是培养三个魔鹰 都要更有价值一些 毕竟绝大多数的战斗 都不是发生在密林之中 换成其他的地方 这木之妹的战斗力啊 就将削落七八成都不止 没什么大用 不过现在就不同了 谁也不曾想到 这只木之妹的本体 竟然是沉香凝玉 沉香凝玉 以吸收其他植物的精华而壮大 最擅长寻找分辨植树的灵物 想想看吧 它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 都能寻得足够的灵物 吸取灵气 要是能动的话 该有多强啊 眼前的正是一棵 能动的沉香凝玉 这样有特殊神通的木之妹 怕是万年也难得一遇吧 张凡心中狂喜 也不曾迟疑 一个跨步就迈上了 清泉中心的礁石之上 轻抚着这颗沉香凝玉 它微微一笑 神石震荡 化作一道波纹 在整颗植株上扫过 直直直直 眼见着藏不下去了 一只绿油油的野猴子 闪现了出来 口中怪叫不停 一边把屁股往树身里面 使劲遮掩 看上去还引人发笑不止 这会儿见得张凡 那野猴子的笑声之中 少了先前的兄弟 反而有点可怜巴巴的味道 尤其是看到他 浮在沉香凝玉树身上的 那只手 眼中的哀求之色 愈发的浓郁了 他害怕呀 害怕张凡毁了这棵树 毁了自己的本位 那自己就一命呜呼了 果然是好灵性啊 嘿 正好仰来做一个灵物 日后寻找一些灵草之类的 倒也方便呢 张凡笑着赞叹道 赞叹道